- 看看這驚人的尖叫聲 人氣男星許光漢一抵達韓國機場 就已經有大批粉絲等候接機 許光漢28日現身第59屆 百響藝術大賞和李定勳 一同擔任頒獎嘉賓 頒發電影電視部門導演獎 成為台灣第一位 登上韓國三大電影頒獎典禮的演員 李定勳一上台就向觀眾介紹 接著許光漢也以韓文自我介紹 一說完台下馬上傳來超大尖叫聲 李定勳事後也在Instagram賽出 和許光漢的合照開心寫下 很高興遇到了許光漢演員 希望下一次能再見面 許光漢則俏皮寫下 很榮幸可以跟弟勳歐爸一起頒獎 謝謝如此溫柔的對待 而身為IU的鐵粉 光漢終於圓夢見到女神啦 賽出在後台和IU的合照 吸引不少人到底下留言 恭喜他追星成功 施博宇更是搞笑回覆 下次有LISA的話 他願意去當助理 這位Blink實在可愛 結束短暫的韓國星後 許光漢29日一早現身人 穿機場準備返台 機場依舊擠滿大批粉絲到場送機 就連地勤人員都忍不住 拿起手機拍照 男神魅力實在無法當啊 字幕志愚蜓 請看 字幕志愚蜓 建議